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们是幸福绿光出版社 我们在环境还有绿色生活方面 都陆陆续出版了一些 我们本国的作者或者翻译国外的好书 这本书是一个因缘 就是我去年的暑假 跟曹崇明老师还有陈贵兰老师 我们去日本去东京放书店 选了这本书 曹老师帮我们选了这本书 那回来我们接下得到杰老师的同意 我们在台湾出版的中文版 所以相关的人士今天都在这里 我们觉得很高兴 能够有这本实用又好看的书 然后我还喜欢杰老师说的这句话 就是爱树 重树 养树 医树 请先读懂树的语言 了解树的心声 他是一个真的是全心全力的爱树的一个专家 那为了爱树呢 他在日本还推动了树木医制度 从1991年就推动了树木医制度 那最近台湾我们也正在引进 那可能最近就会有相关的法令出来 那我们昨天呢 他来台湾前后只有四天 那昨天我们陪他去大安公园逛 早上下大雨 我们一直要他去凉亭坐 他还是不愿意 还是在树下一直看一直看 然后给了公园处的人很好的意见 那我想真的是一个很爱树的人 我们看了就很感动 那他的专业上意见 我们也收获很多 那今天呢 因为他已经在临事所做了一整天的演讲 上午下午都各有一场演讲 我看也会比较累 所以我们是鼓励绝老师等一下呢 他大概我们的 他的演讲进行大概四十分钟五十分钟就好 然后多提供一些时间 让大家来举手发问 今天的会场因为两三百人的会场 所以有人想问问题都没有机会 那等一下 也建议大家多掌握这个 这样子难得的交流的机会 胡老师明天下午就要回日本去了 那在老师演讲之前呢 我想也先麻烦这本书的导读 也是我们的中文的编审 曹同明老师来帮我们先做一个开场 谢谢 红社长还有学老师 还有各位读者大家好 我想这本书真的是一个因缘 那因为本身我也是读生年出生 我也是很喜欢书 但是我坐在台北市我一个感觉就是说 我们的行道书都被修之修得非常的长不忍睹 那我几十年来对我这样的印象 那我们在这本学书的时候就想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一本图文并茂 然后让大家都很够的了解 看了这本书以后 假设你体面有书的话 或是你看到了行道书 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素从书的外形里面 大概都可以知道说 它是不是健康 它是不是 就是是不是妥善的被照顾 那我读了这本书以后 我自己本身也用在自己的学生的实习 在介绍树的时候 我就会跟学生说 你从这个树的外形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说 这个树是不是健康 从它的树叶的发展情况 从它的树根树枝 还有整个树干 还有整个土壤状况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树是不是有生病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大概就可以入手的一本 一本好书 那我也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 今天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那学大财老师他来到台湾 如果大家有任何任何的 不管什么样的问题 都可以请教那个学大财老师 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 这个机会 我想我会听 我就简单 简单的收到这里 然后我们就请教那个老师的开展 我们今天的演讲就正式开始了 こんにち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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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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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刃の色も違い 刃の量も違い あるいは 人が管理するかしないか ということによっても 形も違い 色も違い 様々な変化が出てきます 色が濃い 葉っぱが大きい こういう状態のときは 反応量が多い こういうときは 光合性を盛んにして 自分の栄養をどんどん作っているわけですね 逆に葉の色が少ない つまり 葉緑体が少ない 葉が小さい 葉っぱが少ない そういうときは 十分に光合性をしていることができていますので 健康でない だから 葉の色を見ても 健康か健康でないかということが分かります 質問のが変わるから 葉っぱが見えるということで 若者 sent byの葉某 葉っぱのの Him 若葉のようながら この葉子はどんなの玉川ばかりだって 葉っぱの根茸 葉っぱの膿が濃い 豪洋の soient 色が浅い asleep Mes Computing freshmenすごくなるほど 葉っぱは この葉っぱのするか presupuestになる 민anseをしていくそのままの努力が非常良い どうやって 가지の像すの 相反的 光合作用不変ест church hardly わかるような免分を わたくない 例如樹葉酥 葉子的顏色不夠濃 比較淡一點 這都是可以藉由葉子幫我們提供 讓我們判斷樹究竟是 活力好或不好的指標 動物はよそから 既にある有機物をいろんな形 電力だったり 草だったり あるいは虫だったり 様々な状態で 捕まえて自分の体に入れて 自分の体に栄養をしておりますが 樹木はそういうこと一切しないで 基本上自分で栄養を作るわけですね 光を受けて光合成をして その武道と作り その武道といろんな加工をして 自分の体にを作るわけです 動物的話 它是藉由外取的食物 例えば 蛋白質 取的食物 藉由食物的食用 取的蛋白質 或者其他養分 提供自己的生長 樹木的話 沒有辦法由外取的食物 它是靠著光的作用 自行生長 養分 提供自己本身的生長 ですから もし森の中に たくさんの木が生えているとすると 他の木よりも 少しでも背が高くなって 光を十分に受けられるような 木は生き残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が 他の木よりも 成長が遅くて 背が低い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 光をもらえないので そういう木は枯れてしまいます そう 如果 走進森林的話 發現 有些樹 它長得很高 有些樹 長得很小 那 高的樹 是可以 因為 它長得很高 就可以 接受陽光的面就要比較多一點 所以 它在這個 光的競爭 裡面 就可以取得 比較多的光線 這樣子 它就可以 進行比较順暢的 進行光合作用 為自己 製造更多的養分 那 比較矮的樹 但 因為沒有辦法 取得比較多的陽光 所以可以說在爭取陽光的競爭中 它是失敗者 最後就是很快會哭死或哭了 一番森林端子的木 其他木がある為に 真っ直ぐ行ったら光を回らない そういう木なんか多くは 光のあるここに 体をずっと曲げて成長することがよくあります 例如說在森林外圍的樹 它如果是往上的話 沒有辦法 與其往上它就是右邊側邊的光線 它如果往側邊找 它可以取得更多的光線 所以在森林周邊的樹 就是一個森林邊角邊邊的樹 外圍的樹 它基本上是會往外去找 而不是往上山找 例えば台北市的街路樹 台北市的街路樹 台北市の街路樹を見ても よくみなさん 見てください 建物があって 道路が 外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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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が来るから 道路方からですね ほとんどの街路樹は 道路の方向に体を曲げております 比如說 我們看看台北的行道樹 就會有這個感覺 我們的行道樹通常是種在有道路 然後行道樹 然後還有步道 接下來 就是房子 就是住家 光線桃被鑄家擋住 所以不會過 因此我們的樹基本上都是往道路的這一面傾斜生長 那種光線桃被鑄家擋住 所以不會過 因此我們的樹基本上都是往道路的這一面傾斜生長 因為影響樹木生長 是否良好的條件 除了光線之外 包括水分還有其他的養分 剛才講的只是光線的部分 還有光線環境之外 環境之外 病気になる 虫が攻撃してくる そういう状態になっても それに負けてそのまま枯れてしまうのはありますが 負けずに頑張って それを克服しようという木は またそれなりに 形形が受けられている 那樹形除了受到剛才所說的 自然環境的影響之外 也會受到病蟲害 還有 你會受到病蟲害的影響 如果可以克服病蟲害的樹 不能夠克服病蟲害的樹 他枕線除了樹形也會不一樣 例えば傷を受けますね 傷を受けると 人間であればその傷と同じ場所で新しい組織を受ける 同じ場所で持って傷を治そうとします ですから傷を受けると 大きな傷でないとき 外見的に 治った後も 傷を受ける前も ほとんど 外面的な変化は生じません 人類 如果是受傷的話 人類在原來受傷的傷口部分 他會恢復 只要不是太大的傷口 受傷前 恢復後 受傷前 治療後 他基本上 外表看起來幾乎沒有兩樣 ところが 樹木は ある傷を受けると その傷を完全に同じ場所で治すということはしなくて 傷ができると その傷の上に 新しい組織を回帰 照明 adding 好的